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大家好 欢迎来到深夜深夜教室 我是讲述古语 今天给大家讲PCART第三节课 PoMo海报设计 今天也会用到叠加和一些素材 同时也会讲到一些图层的相关的一些技巧 好 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先打开PCART 打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听过前面的课的同学 应该对这个界面已经很熟悉了 好 我们直接点击下面的加号 点击编辑 好的 我随便点击一张图片 好的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小女孩来制作 好 最下面可以看到有工具滤镜 还有添加图片等等 我们选择画 好 点击以后可以看到 进入了另外一个界面 最上面有剪裁 录屏 应用 最下面有画笔 橡皮擦 还有添加图片 还有最右下角有一个图层 我们点击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图层里面会有一个小女孩的图 是我们第一个图层 第二个是我们刚刚生成的一个空白图层 好的 我们先把小女孩给关掉 好 我们在第一个图层上面点击 右下角的填充 可以看到我们填充白色 好 填充完毕以后 我们会有了一个白色的图像 可以看到是一个白色的图层 然后点击加号 新建空层 好 我们在空层上选择画笔 好 画笔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我们打算绘画的样子 好 我们关闭图层这个小窗口 我们在上面进行绘画 可以随便进行涂抹 涂抹成你想要的样子 好的 我们再点开图层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图层了 好的 我们现在把小女孩的图像打开 可以看到它在最下面的图层 现在是看不到它的 我们直接移动到最上面 可以看到小女孩的图像出来了 但是它在最上面 已经遮挡住其他的图层 可以看到这个图层下面有一个正常 这是混合模式 就是我们前面用到的一些混合模式 在这里面都有 好 我们再调整图层 首先要选中小女孩这个图层 可以选择屏幕 可以看到这种刚才绘制的一个图像 它已经把小女孩跟它进行叠加起来了 好的 可以看到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好的 同样的我们可以点击 之前准备好的一张素材 然后也是白底黑色的图案 因为这样的图案就是 比画笔画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 在这里面也是同样的方法 添加图片 然后选择一张我们想添加的图片 小女孩 好的 放大到合适的尺寸 好 我们可以调整不透明度 观察一下想放在什么位置 让它两个眼睛都突出 还是只露出一个眼睛 好的 调节完以后我们选择混合模式 好 也跟刚才一样 我们选择加量 或者选择屏幕 好 屏幕可能细节会更多一些 这个感觉会好一点 好 我们点击应用 可以看到这样一张效果就一定有了 好 我们选择效果 在效果里面可以填充一个 你们想要的一些效果 好 同样的我们添加文字 好 选择一个合适的字体 可以 这次我们选择黑灰色的一个文字 同样的调整它的间距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是蒋师顾鱼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